情緒就會有一些狀況 面對社會普遍對男性的經濟體能期待 常常讓男性有如壓力鍋般 倍感壓力 心事卻又難抒發 最後悶出病來 精神科醫師施言安就舉出 悶診案例有許多男性 因為受到社會期待與經濟壓力 引發身心狀況 可是已經46歲了 他事實上這時候的家庭背景 一定是有小孩 又有太太 然後又有那個父母也比較年賣 他可能還有一些房貸的壓力 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他事實上要去面對 要去轉職 他事實上又沒有辦法 在這經濟穩定的情況底下去處理 那他出現的症狀是 他是從眼科轉來的 因為他視力模糊 他甚至每天都擔憂 他這樣子以後會失眠 然後有一些腸胃不舒服 心悸焦慮跟失眠 跟注意力不集中全身緊繃 那在這樣的情況底下非常疲累 那他到眼科就診 妻子建議帶 就是眼科醫師建議妻子帶來就診 他診斷為廣泛性交易症 另外一個呢 是40歲的科技業的北漂青年 那他是一個IT產業的人 他平常工作時間真的非常長 所以他工作負擔壓力很大 他才有一次才爆哭說 他事實上可能同時要處理 七八件事情 事實上是很難撕下來的 那這兩年因為工作也很長 也很那個工作壓力大 他這兩年呢 也沒有時間去交女朋友 那因為家人都在南部 跟家人關係也比較沒有時間去聯絡 那目前他很認真在台北買了房子 這已經很了不起了 但是因為升息到造成房貸的壓力增加 又沒有人可以商討 那他這個壓力導致於 他事實上已經出現注意力不集中 情緒不穩 易怒 跟同事發生衝突 最嚴重的就是他以前會去健身房 健身或騎一些自行車 但是近期都對這個喪失興趣 然後所以他整個人只要到了假日 基本上時間已經很少 都是整個躺床 那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有憂鬱 失眠 焦慮 提不起失去活力等等 然後甚至出現自殺的念頭 不知道為什麼要來 你就是繼續這樣的審生 所以以後來來看診 診斷為憂鬱症 那目前事實上是 治療後改善滿大的 目前已經開始 會去找一些跑步來跑步了 那我們呢 整個社會的氛圍對男性的期待 本來就是要盯起來的 要有一些經濟能力 他跟別人比較有競爭力 追求成功 而且要能扛起責任 然後本來你身體有問題是很奇怪 你就應該是要強壯 那男生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他又壓抑又比較 整個社會的氛圍是這樣 就比較不願意直接表達 然後他自己找自己的方式出口 又有時候平常沒有去 有這方面的練習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很容易引起身心的症狀 那這一次的案例當中 我們提到的都是大概這一個 比較中壯人的一些男性 他在於內心的壓力情況底下 又沒有紓壓的管道 所以比較容易有這樣子的 焦慮優越的情形 廣泛性焦慮症呢 他是提到說大概 我們這幾乎是超過六個月的時間 已經很常有那種 預期性的過度焦慮擔心 那會有三種以上的症狀 會感覺不照不安 經常疲倦 無法集中注意力 易發怒 肌肉緊繃跟睡眠障礙 事實上有時候 當我們壓力很大的時候 這些情況要符合三項是蠻常見 但是如果他這樣症狀天數 已經差不多幾乎一個禮拜四五天以上 這樣子已經影響到他自己的生活 這時候就可以做這樣的診斷 那憂鬱症呢 是當他本身壓力大到 他事實上已經沒有能力處理的時候 那時候已經情緒低落 凡事提不起勁 然後有睡眠問題 甚至食慾問題 動作遲緩 疲倦自殺自念 自殺的一些意念 跟沒有辦法專注 那情況也超過了兩週 九項五項五項 那我們可能就會診斷為憂鬱症 像我用一個 我最常講的 我們就像一個生化機器人 然後我們像一台電腦 那這個電腦呢 生化機器人 我們每天如果我們的工作量爆棚 那每天要做很多的事情 那我們常常到 到最後這個電腦已經過熱 系統不穩定 或是有一些程式會當機了 那這樣子的時候 就會導致一些 所講的一些焦慾或自律神經的一些症狀 那憂鬱症就是 裡面已經開始沒電了 那它事實上那時候就會比較 整個電腦就會常常都會想要關機 這個就是一個很自然的一個症狀 的一個呈現 長期將壓力藏在心底 身體不適可能會出現 腸胃道不順 視力不清 失眠 胃口不佳 情緒起伏大 易怒等情形 醫師也建議適當紓壓 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著手 今天我們提到 正向紓壓的五方向 第一個事實上 還是要找你平常 就需要去多做一些關係的連結 因為男生事實上 對這個就是社會對他的氛圍 他就是要趕快做事 所以他們可能沒有像女生 比較會去有很多 比較多的關係連結 所以他們有可能上班回家 然後就打電動 事實上他們大部分沒有讓他們平常 有一些社交比較多的一些連結 所以這時候如果發生問題的時候 他們就比較沒有讓人發現他們的問題 甚至於他也沒有找其他紓壓的管道 所以我們會建議 可能就是先有請他在平常就最好 要多建立一些關係的連結 多交朋友 那第二個就是要培養一些休閒興趣 第三個給自己放空的時間 第四個學習正向思考 跟有效的情緒控管 第五個就是要學習求助 醫師提醒男性相較於女性 更容易將壓力藏心底 當發現自身或身邊親友表現 與平常明顯有差異 就要留意儘早就醫尋求外援 記者問君台北報導 好 好 好 在这样的情况下